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方回应 被路人摸背 已经升级了安保措施 网友怒斥无边界行为 迪丽热巴 以她精致的容貌 和娇好的身材而闻名 她参演了许多热门的录剧 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和长歌行等 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在综艺节目中 她也展现出出色的表现 近日 迪丽热巴出现在机场 穿着一件漏背的上衣 亲切地和粉丝打招呼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一名陌生人 竟然直接伸手摸了她的背部 这一超级夸张的画面曝光后 引发了网友们的愤怒 当迪丽热巴出现在机场时 她戴着鸭舌帽 墨镜和口罩 保持低调 但仍然散发着巨星的气场 她穿着金色漏背上衣 吸引了现场粉丝和媒体的目光 大家纷纷争相拍照 迪丽热巴一边走着 一边被周围的粉丝包围 手机不断推积 更夸张的是 一名陌人竟然伸手摸了一把 迪丽热巴的背部 这段视频曝光后 网友们纷纷留言通缉 太恶心了 为什么要摸人家 谁知道你的手之前摸过什么 这个粉丝没有理智 其他粉丝应该按住他 让他感受一下 未经允许触摸他人身体的滋味 还有其他粉丝透露 这名陌人是一位女性 呼吁无论男女粉丝还是路人 都应该有一定的界限意识 迪丽热巴被路人摸后背的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迪丽热巴工作室 也在第一时间回应了粉丝关切 工作室表示 已经升级了安保措施 采取VIP通道返程 同时也呼吁大家保持冷静理智 此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在公共场合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尊重他人的权益和隐私 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近日 有媒体报道 迪丽热巴在公共场合 遭到路人的侵犯 引起了广泛关注 针对这一事件 迪丽热巴的团队发表了回应 表示已经升级了安保措施 以确保她的安全 然而 网友对这种无边界的行为 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不满 对于公众人物来说 个人隐私和身体安全 是至关重要的 被路人摸背 这种侵犯行为 不仅侵犯了迪丽热巴的个人权益 也触碰了公共道德的底线 迪丽热巴作为一位优秀的艺人 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针对此事件 迪丽热巴的团队 表示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加强了她的安保工作 这种回应 体现了对艺人的关心和保护 也是对侵犯行为的有利回击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件不再发生 艺人们能够在公共场合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 网友对这种事件 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不满 他们认为 这种无边界的行为 违背了公众道德 损害了艺人的形象和尊严 他们要求社会 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 并呼吁加强法律法规 以保护公众人物的权益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个人隐私 和身体权益 艺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和形象 是他们的职业和尊严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保护 同时 社会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 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机制 让每个人都能在公共场合 感到安全和尊重 最后 我们希望这起事件 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促使社会对侵犯他人隐私 和身体权益的行为 给予足够的警惕和谴责 只有建立起一个尊重和谐的社会环境 每个人才能够在平等和自由的氛围中 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狗仔报迪丽热巴与嘉行已续约 7月14日 有狗仔曝光迪丽热巴去年与嘉行合约到期 近期已重新续约 但该消息引起了诸多网友的怀疑和质疑 有网友表示 狗仔说的我就要信吗 嘴里几句真话都不知道 也有网友表示 我觉得大美女应该有更好的发展 嘉行真的拖后腿了 据了解 狄厉热巴和嘉行的合约将在2025年到期 但目前并没有官方的续约计划 尽管如此 狄厉热巴以其演技和颜值 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未来的发展仍然值得期待 对于嘉行是否拖后腿 这可能需要一些客观的数据和事实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在狄厉热巴成名之前 嘉行早已是国内影视圈的一股重要力量 并且旗下的艺人也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和业内的良好口碑 我们可以看到 与嘉行的合作并没有阻碍狄厉热巴个人的发展 反而让他有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总的来说 狄厉热巴与嘉行的续约事件依旧是一个谜 需要等待官方消息的确认 而对于狄厉热巴的未来发展 我们仍然有着充分的期待和信心 媒体曝光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狄厉热巴与嘉行传媒已经续约 这个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明智的决定 而有人则对此表示担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消息的积极方面 狄厉热巴与嘉行传媒的续约 意味着它将继续享受到嘉行传媒强大的资源和支持 嘉行传媒作为一家知名的娱乐公司 拥有广泛的影视资源和艺人经济业务 与之合作可以为狄厉热巴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进一步提升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嘉行传媒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塑造方面 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对于狄厉热巴个人品牌的发展 无疑是一种助力 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首先长期与一家娱乐公司合作可能会限制狄厉热巴 在选择剧本和角色方面的自由 嘉行传媒可能会倾向于安排它参演与自身资源相关的项目 而忽视其他潜在机会 这可能会导致狄厉热巴的演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其次过度依赖一家公司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如果嘉行传媒在未来发生重大变故或遇到困境 狄厉热巴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受到影响 此外 合同条款和利益分配等问题 也可能成为合作关系中的潜在矛盾点 需要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商 狄厉热巴与嘉行传媒续约既有利有弊 对于他个人而言 嘉行传媒的资源和支持 可以为他的职业生涯提供稳定的基础 但同时也需要保持警惕 避免过度依赖和失去自主权 作为观众 我们期待狄厉热巴能够在娱乐圈中 继续展现出他的才华和魅力 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合作关系中 找到平衡和发展的最佳路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